是你搞的鬼是不是 这个时候 刘圣王再傻恐怕也知道 忽然泛滥成灾的蛇和我们有关系了 他的脸色第一次变得异常平静 可是这种平静中的阴沉却是可怕到了极点 在这一刻 刘圣王的气势彻底的爆发了 原本这些蛇围攻他 他还有些手忙脚乱 但在彻底爆发以后 那些蛇群竟然不能靠近他 有一两条比较靠近他的 竟然深深的被压炮在地上 不能动他 蛇头被挤扁了 流出了血液 这是什么情况 恐怕这个刘圣王天生就有不同的能力 也可以当作是特异功能 师父收起了汗炎杆子 脸色也变得严肃 刘圣王发威了 其他几个跟随着他的人也纷纷回头朝着我和师父跑来 这个时候 他们好像也懒得掩饰什么 回头我再看见其中一个人的面具掉了 露出了他的一张脸 那还是人脸吗 这张脸让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杨圣 不同的是 这种脸并没有那种新旧的肉眼交替的痕迹 只是干枯 失去了人类皮肤特有的光泽 如果经常到地下活动的人 恐怕一眼就会失声喊一句 这是僵尸脸 对的 这完全就是僵尸脸 这些人竟然已经不是人了 变成了类似于僵尸的东西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谁还顾得上惊诧 我们的情况一下子变得很糟糕 因为他们显然要向我和师父发动了攻击 而我和师父是被锁住宫里 根本就没有还手的余地 并且不能强行地拔掉身上的钉子 那个会带来更可怕的后果 就像是要爆炸的定时炸弹 你强行去拆除 结果就是爆炸 跑 师父只是对我说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字 然后几乎是同时的 默契让我和师父一起朝着后方跑去 希望借助蛇群的帮助 能够拖延一定的时间和他们拉开距离 总之现在除了跑 我和师父谁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 山路难行 此刻的我们也顾不得什么踩不踩得到脚下的蛇了 只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尽快地跑入真正的密林 借助地形 看能不能脱困 想跑 我们身后响起了刘圣王冰冷的声音 可是我却没办法回头 猜测他想要做什么 不过如果不信 那绝对是接二连三的 因为我没跑出几步 就感觉自己的灵魂传来一股强烈的拉扯的感觉 就像下一瞬间 我的灵魂要被拉出体外一般 怎么可能啊 冷汗从我的额头低落 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怎么跑啊 我努力地抗拒了这股力量 却发现根本就像是有一只大手在扯住我的灵魂 而那力量 实际地去感受 是一股绝大的灵魂力组成的拉扯的力量 混杂着精神力捣毁人的意志 其实不用深想 我就知道 这是那个刘圣王出手了 这才是他真正的杀招吧 让人意想不到的 直接拉扯人的灵魂 这根本就是防不胜防 而且和后宫对人的灵魂影响不同 刘圣王这个是直接针对强悍地揪着灵魂的 而且是一招毙命 因为灵魂被拉扯出来了 相当于就直接杀死了一个人 我想他有资格成为吴天的十大亲事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一杀招吧 承议 你怎么了 见我的状态不对 师父停下了脚步 转头担心地看着我 我看不见此刻自己的脸色 但这种拉扯的痛苦 却让我感觉到一股股的汗水从我脸上滴落 汗水夸张到了这个程度 可见我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痛苦 师父自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着急地开口就对我说道 承议 用意志坚守自己的灵魂 说完这句话 师父猛地转过身 竟然朝着刘圣王的方向跑去 此刻的师父 和我一样是被锁住了一身功力 他除了是一个强壮点的老人 简直没有任何的战斗力 怎么做出如此冒险的举动 我心中大忌 无奈灵魂被拉扯 根本就动弹不得 我是知道的 在后方除了那个刘圣王 还有几个不正常的僵尸人 师父如何是对手 在这一秒 我觉得简直是到了人生最糟糕的极限 而我在拼命抵抗的同时 我很清晰地察觉到 在我灵魂深处那一层薄膜 在不停地激荡 到同此 我无法分辨这一个我到底是什么想法 可是我知道 伯母如果在这现实世界再次破碎 陈诚依旧真的不存在了 这结果 可能比我死了还要可怕 原本顺利的一切 因为蛇群忽然异样地减少 变成了这样 难道这就是天意吗 或者师父说的堵运气 就是我们的运气不好 这密林里的蛇太少了 用话来叙述这个要很长 但是这一切的变化 不过是一秒之间罢了 在我痛苦异常的时候 偏偏密林里响起了一声声模糊不清 却偶尔又分外清晰的竹笛声 是竹笛声吗 仿佛不成曲调 而且声音听起来那么的怪异 有些刺耳 让人听着有些晕乎乎的 由于时段时序 所以我都怀疑这是我的幻听了 却不想在这个时候 我去看见师父跑回到了我的身边 一脸如释重负的样子 竟然拉着我 急速地再次朝着后方跑去 师父拉着我 速度自然不会快 可是比起被那么多蛇 缠住的那些人来说 已经算是快了 因为是被拉扯着 所以我的身子换了一个方向 我看见刘尚王正伸手 脸色严肃的 像是在拉扯着什么 而在身边 有两个他的手下 在拼命地为他抵挡着蛇群 而他 专心致志 仿佛在他眼中 目标只有我的灵魂 我忍不住痛苦地深掩了一声 牙齿紧紧地咬着 用自身的意志 抵挡着这种拉扯 却因为师父 拼命地把我往后拖去 而显得更加痛苦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的作用 还是因为身体在远离刘尚王 灵魂在身体和他之间拉锯 加重了我的痛苦 我很想开口让师父别动我 自己先跑 可是我说不出话来 而且我也了解师父 绝对不会扔下我不管 我说了 也是白说 除了原地不动的刘尚王 和为他护法的两个下属 其余的几个人都在追赶我和师父 尽管因为蛇群速度快不起来 却也是在他们不顾代价的情况下慢慢地接近 建于这种情况 我更不能在这个时候让师父分心 我只能是咬牙承受着这种痛苦 感受到了我的痛苦 师父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在我耳边轻声地说道 尚义 再坚持一会儿 一会儿就好了 我们赌赢了 现在要做的 只是 在那之前我们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的意识因为痛苦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 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是被拉扯成了绷紧的皮筋一样 而灵魂里的那层脖膜也跟随着被拉扯到了很紧张的程度 我感觉到他的韧性比我的灵魂还要强大 我在想 我的灵魂因为这种拉扯而破碎之前 他不会破碎 我大口地呼吸着 就像是临死前的人 想要多吸两口氧气 来拼命维持自己的生命一般 尽管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 可我还是能分辨周围的动静 就是那蛇群来袭的诉讼声 已经变得微不可闻 而之前大量涌出的蛇群 也变成了灵星的几条 这样的情况 师父为什么会说赌赢了 难道是 此时之前我听见的那个逐笛声 已经越发的清晰 除了这一点异象 我已经想不出什么地方 是我们赌赢了 时间仿佛是静默在这几秒 下一个 我忽然听见山林里 传来惊天动地的动静 这个动静 就像是一台鸭路机 在毫不留情地碾压过这片山里 在我有些模糊的双眼中 我甚至看见大片大片的杂草 纷纷地扑倒 在这其中 有一道花色的闪电 在快速地流动 朝着这一片地幅大力地奔袭而来 这 我的脑子转不过来 因为这远远不是最高潮 在那道花色的闪电之后 好像还有几道更加巨大的闪电 朝着这一片快速地袭来 我发誓 只是惊鸿一瞥 模糊的视线 我却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蛇 比起小时候见过的蛇 甚至我见过的蛇 还要大 他们是这山林之王吗 在那一瞬间 我觉得森然算什么最大的蛇 这些深山老林中 才隐藏着人类的未知啊 他们出现只是短短的几秒 才来不及思考 我就感觉到我们身处的这一片地方 突兀的起了一阵狂风 接着 在最靠近我们的一个僵尸人身后 一个巨大的蛇头 突兀的出现 是花色的蛇头 光是头 就像是一口铁锅一般大小 他的出现 让那些僵尸人出现了片刻的恐慌 一下子就暂停住了脚步 却还来不及反应 那条大蛇就猛的一个翻转 卷起了那个他身前的僵尸人 忽然的变故 让那个被卷起的僵尸人 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呼喊 可是 他也不是全无反应 在那一瞬间 他紧紧地抱住了蛇身 拼命地去找七寸的位置 而其他的僵尸人 还来不及反应 又窜出了几条巨大的大蛇 根本没有任何犹豫地 开始朝着他们猛攻起来 同样的方式 人蛇在这片空间展开了搏斗 在这个时候 刘胜王身边的下属也被波及 根本就没有办法保护刘胜王了 可是刘胜王好像全然不受影响 反而是猛地握起了自己拉扯我的那只手 做出了一个异常吃力的朝后缩的动作 这样的动作 直接就反映在了我的灵魂上 我感觉一股更大的力量 在拉扯着我的灵魂 我忍不住痛哭了一声 但却找不到可以解决的办法 那些僵尸人比想象的厉害 和那些巨大的蛇竟然搏斗成了拉锯战 他们的力量大的简直无法想象 这难道是因为阳圣改造的结果吗 我已经是快昏了过去 却听见一阵阵异常的响动 在这个时候 一条毫不起眼的蛇 就出现在了刘圣王的面前 毫不起眼 只是因为它的外形 乌漆漆的一条 乍一看 就像是一条再平凡不过的巫少蛇 但事实上是不同的 这毫不起眼的蛇皮之下 仿佛是包裹着一层火焰一般 如果这样还不足以引起人的惊奇 让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注意到它 那么它出现的方式就是最好的解释 它竟然是腾空出现的 腾蛇 我脑子里如同闪电一般划过了这个念头 然后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蛇在道家传说里是神物 有一种蛇 可以不化骄 只立天结就直接成龙 说的就是这种腾蛇 也就叫它腾蛇的一说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翅而飞 而关于它的说法众多 道家很多东西都和它有不可避免的联系 占卜 奇门 甚至在传说中它也是高高在上的神物 十二星将 火神 武相中最神秘的 眼而不现 居中主土的中卫之神物 因为其眼而不显 所以人们一般认知里都只会说四象 总之在那一时刻 我完全蒙走了 我一身坎坷 见识不少 连昆仑鹏来我都接受了 但如何去让我接受一个传说中的神兽 真的存在的这一事实啊 那岂不是要告诉我 山海经是真的 那岂不是还要我去相信有玉皇大帝 就算我信奉三清 不见得我能接受漫天天神的存在啊 我只能是告诉自己啊 那是一条异种 是我自己没见过的神秘生物 但它这样突兀的出现在刘圣王的面前 刘圣王估计也被惊到了 竟然连退了两步 不敢执念这条怪异的小蛇 他这样一退 甲珠在我身上的术法也就失效了 我的灵魂在那一刻猛的一阵 感觉如同潮水一般涌回到我自己的身体 但这样突如其来的回归 就好比绷紧的橡皮筋被放松会弹到肉一般 我的灵魂也受到了稍许的震动伤害 而腾飞在刘圣王面前的腾蛇竟然停留在他面前 非常拟人化的人力而起 发出一种异样的嘶嘶声 一时之间 我竟然感觉到空气在发热 别看了 快走 师父拉了我一把 尽管我对那条蛇充满了万般好奇的心情 但是也不得不跟随着师父的脚步朝着山林的深处跑去 大概是跑了有一百多米 已经是进入到密林 我听见了刘圣王一声惨嚎的声音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实在是忍不住的好奇 回头瞟了一眼 却看见那边火光冲天 我忍不住喃喃自语 难道真的是腾蛇 师父一边跑着一边对我说道 这世界一擦的东西就太多了 曾经有一个大脉 有真正的神兽之魂守护 你说我是该谢还是不谢 不过这条蛇就算是腾蛇 那也是一条右蛇 真正藏蛇就算无天来 也不会那么轻松就过去了 这密林并没有路 杂草惊奇丛生 在中间坑坑洼洼还夹杂着石头 我和师父跑得跌跌撞撞 无比的费力 由于灵魂受伤 我整个人的状态并不好 一边跑得气喘吁吁 一边感到无比的震惊 我好像是想到了点什么 但心思还在那突兀出现的腾蛇身上 我忍不住问师父 那真的就是腾蛇 如果是我们跑什么 不用跑 就算 就算是一条右蛇 在我的想法里 最好就是能截了车 然后和师父远走高飞 和大家会合 这荒凉无人的山林 连腾蛇都出现了 这怎么看也不是一个好去处 我和师父迷失在这里边 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两个被封了功力的人 只是强壮一点的普通人 在里面就算遇见个什么野兽 也 但是师父却说道 你不要以为那个刘圣王 是个好笑语的人物 你的灵觉再强大 灵魂也强大 刚才 却是什么感觉 提起刚才的感觉 我的冷汗湿了一头 我忍不住说道 刚才 刚才我感觉 只要再晚一点 我的 我的灵魂 都要被拉扯出来了 师父跑得要比我轻松 他说话也还流利 很奇怪的是 他好像知道该往哪跑 在这密林当中 一点都没有无头苍蝇乱撞的感觉 非常淡定的带着我 那就这了 他其实 防着我 看似全心全意的收拾你 其实 并没有尽全力 而那条蛇就算是藤蛇 你难道还不懂 天生的优势 也要经过后天的成长 他一出现 虽然惊人 但是我能感觉 在气势上 他压不过那个刘顺王 听到这儿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那 那你 那你是怕他们再追上来 有这个原因吧 这些后面出来的蛇 才是事情的关键 可是这些蛇已经成灵 不可能真的为我们牺牲了 顶多 也是拖延一些时间 另外就是啊 五天的十个大将 我听了一个消息 那边是有明面上办事的 也有暗地里接用的 师父拉着我 一起跳过一条已经干涸的深沟 又对着我说了一件事 我却不太能理解 于是我问师父 那 那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他们从不如单独办事 总是一明一暗出现 彼此之间 有特殊的联系方式 刘顺王 在明面上办事 附近 不远处 总会有另外一位圣王 我们就算没有发现 也不得不防 你懂了吗 师父是这样给我解释了一句 现在天已经完全地黑了下来 我和师父在奔跑当中 并没有带着手电 就算我感觉师父 好像认识路 但速度也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 甚至师父也跑得 跌跌撞撞了起来 但是师父的话 却让我在如此奔跑中 也忍不住后背发灵 一个刘圣王 都如此难以对付 如果再来一个圣王 那后果 况且师父说 藤蛇也不可能真的 就能收拾得了刘圣王 就算能收拾 那些蛇也只是为我们拖延时间 这情况 我想起来就有巨大的压力 非常想快速地奔跑起来 可是 在这山林里 速度又怎么快得起来呢 师父却也不打算瞒我什么 再告诉我了一个 更加糟糕的消息 再盯上我们身上的钉子 留有暗门 在一定的距离内 都是可以通过特殊的方式 知道我们的位置 我们要逃掉 时间就很紧的 还能够再糟糕吗 我还以为我们逃出了升天了呢 如今这个情况 确实 在这个时候 我恨不得能伸出四条腿了 可惜的是 这却是比让我看见山海经里 记载的全部异兽 更加不可能的事情 我的呼吸越来越粗重了 师父也变得呼吸急促了下来 但是这密林 杂草丛生 仿佛没有尽头 月光下 各种怪异的叫声 充斥于耳 让人越发的绝望 在这个时候 我感觉到身上 钉住的那个神秘钉子 开始微微的颤抖 一开始是微不可查 到后来 确实震动得异常明显 因为它就钉在我们的肉里 我们不可能忽略它 我只是无助而慌了那看了师父一眼 能用的招式 我们都用了 为了摆脱这个困局 连师父都不得不说了谎言 暂时欺瞒了杨盛 如果这一次我们再次被逮住 那真的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只能是死拼 而结果 却一定是我们输 而输 就意味着我们要死掉 正常的情况 谁又会真的不在意自己的生死呢 我这一眼得到了师父的回应 他正好也看了我一眼 然后口笑了一声 看来那刘尚王已经脱困了 这个时候 在找我们的位置 不然这钉子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那距离 距离到底多少 我喘息着 在这种困境之下 想给自己一点希望 就像没有尽头的奔跑 和有目的的奔跑 后者会让人更有动力一些 我不知道 师父苦笑了一声 但是望向前方的时候 他还是说了一句 只要跑下去 总之 不能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我答应了一声 和师父继续在这密林里 滴滴撞撞的奔跑 因为是绵延的大山 所以我们跑的 算是上坡路 更加的累人 而我自己在想 后面如果有追兵的话 应该已经是追了上来 他们应该跑得 比我和师父轻松吧 因为利用密法追踪我们 我们简直就像是在黑夜里的两盏明灯一样 也不知道是不是明灯这个词 给了我暗示 我一下子后背发麻 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我真 却看见离我们还有稍须有些距离的远处 亮起了星星顶顶的灯光里 我倒吸了一口亮起 追兵来了 那么快 而他们有照明的工具 追上我们是迟早的事情 师父 我忍不住无力的喊了一声 师父一听 也抖人回头 他自然是看见了这个情况 脸上的胡子都跟着抽搐了一下 却是叹歇了一声 大气将是 继续跑 除了这个 又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抬头望天 深呼吸了一口气 但此时天生的月亮 都显得有些惨白 让人压抑的喘不过气了 却也是在这时 我又听见那若有四无的逐笛声响起 仿佛是在前方指引着我们的道路 是 诚意 来 加把劲 这师父忽然变得兴奋了起来 而我终于是忍不住了 对师父不满的问了一句 师父 那到底是谁啊 不完全是因为那个药粉吧 师父 是不是 是不是有人在帮我们 面对着我的问题 师父一边拉着我往前跑 一边很艰难的说道 自然 自然是有人帮我们 你而且 而且还见到我 是谁啊 其实我隐约有猜测 毕竟从蛇群就能得到线索 只不过不敢肯定 因为毕竟这次的蛇群 来了那么多的蛇力 甚至还有一条道家传说中才有的藤蛇 那个驱赶的人 一定是非常的有真本事 而我对驱蛇人自然是有认识的 就是小时候 见到的那一对爷孙 或许是师徒 因为年代久远 我记忆也有些模糊了 可是从那个时候的印象来看 他们不可能 师父仿佛是看出我心中所想 没头没脑袋就拍了我一下脑袋 你以为全天下就只有你一个天才 很多人会轻出于来而胜于来 叫使他 你小时候还笑个人家 吹如笛吹不出声音来 师父这么一说 我脑海中就忍不住浮现出 那么一个当年的形象 一个清秀寡言 又有些羞涩的少年 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 一顶皱巴巴的破军帽 扣在脑袋上 低头吹着竹笛的形象 当然 还有他的师父 或者是爷爷 那个老的有些恐怖的老头 师父的朋友 师父说清出于来而胜于来 我相信他指的就是那个少年人 我努力地回忆着他们的名字 这才想起来那个驱蛇老人 叫老无头 而那个少年人 叫小丁 这些回忆 这些回忆如同给我展开了当年的话卷 让我仿佛回到了那年的岁月 还天真的我 充满了好奇 挖出的蛇群 神秘的蛇灵 风筝的师父 一切的一切 都带着微微泛黄的颜色 让我的心猛的暖了一下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攀爬上这座山峰的峰顶 那逐笛声 已经变成了异常悠扬的声音 传入我们的耳膜 这是正常的曲子 带着夜色的寂寞 让人温暖 有寂寥 师父站在山顶 回望了一下山下 那些追兵已经是快到了半山腰 速度不可谓不快 他却是不在意地 长舒了一口气 感慨道 啊 这小丁 已经是越来越厉害了 蛇门的不传之谜 竟然能带入平常的生活 山顶微微有风 让我背汗湿的 贴着后背的衣服 有微微的鼓动 心里竟然在压力过后 有说不出的疏爽 可是我却不明白师父的话 什么叫蛇门的不传之谜 带入生活呢 师父莫名地大笑了两声 忽然抹了一把汗 说道 轮回与传承 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下一辈 都成长了起来 属于你们轰轰烈烈的时代 已经是来临 也正在寂寞 我老了 可是 我觉得我的徒弟三娃 长大了 我莫名地看着师父 师父却一把拉着我 朝着下方的山谷跑去 因为竹笛的声音 明显就是从山谷中传来的 声声动人 小丁了不起 你没忘记吧 小时候 他吹主笛 你笑别人吹不出声来 后来你才知道 那是吹给蛇听的 自然 人是听不见的 可是啊 蛇门传说中 有一种极其厉害的驱蛇 控蛇之法 是心音 有心而生之音 只传达于想传达的对象 这竹笛声 我想啊 只有我们师徒俩能听见吧 可山坡的路比起来 这下坡的路跑起来是那么的舒服 这是一片缓坡 只是遍布着杂草 却意外的没有坑坑洼洼洼 我被师父拉着一路步行 竟然有一种乘风而起的畅快感 属于年轻一辈的大时代吗 我竟然心声热血 听到小丁神奇的功法 也心声向往 我知道 这其中一定有一些微妙的原理可以解释 就像别人看见道家神秘的数数 也觉得很是神奇 但其实一些事情说穿了 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或者是那么神秘的 不过这既然是蛇门的不传之命 我想我也理解不了 只是觉得有些神秘的法门 名字也如此的美好 心音 真的让人莫名的愉悦 年轻一辈 轰轰烈烈的大时代 这个小丁也会是其中的一员吗 我忽然有一种人生的每一幕 每一个人都被串联起来的感觉 这个感觉 让我觉得最美好的就是 我们成长了 是不是有一天就可以守护老一辈了呢 而在我们共同守护的信仰 原则面前 我们会成为中流砥柱 这感觉真的太奇妙了 所以师父也会生出如此的感慨 轮回和传承 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就像大自然中的生生不息 或许是一样的想法 莫名的默契不需要言说 只能一回 我和师父却因为这个 在跑下坡的路上忍不住都放声大笑了起来 感觉有一种肆意的放肆 而什么追兵 什么圣王 统统的都被我们抛在了脑后 人生的活在当下 一瞬间的快感也是当下 又何必去想那么多 我们很快就跑到了山坡之下 跑入了一道狭长的山谷 在这里 因为地形的原因更加的黑暗 我一时间眼睛适应不了 有些迷茫 而偏偏逐笛声在这个时候停下来 师父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好多年不见了 姜爷爷 陈承衣 也就在我们摸索着 随便根据刚才声音的方向 找了个方向前进了不到三分钟 一声清朗的声音从上方传来 此时 我的视力也终于是适应了这样的黑暗 忽然听见上方传来的声音 忍不住抬头一看 在月光之下 我看见了一个身影 很长的头发在脑后随意地扎了一下 脸上没有胡须 苍白 却显得异常的干净 在月光下 模糊的能看到脸上有一些纹路 增添了一些沧桑 可是清秀的眉目 却与记忆中的那个少年 不断地在重合 气质已经改变了不少啊 当初的羞涩变成了如今的沧桑中 带着从容和淡定 而曾经 他也有少年心性 才会选择穿了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军装 尽管洗得发白 如今却是穿着一件很长的对筋挂子 虽然是有些旧了 却也为他整个人平添了几分飘逸的感觉 和他的气质相符 此刻他的手握着一根绿的发亮的竹笛 就这样 站在一块比较高的岩石上 笑颖颖的 看着我们 小丁 我忍不住叫了一声 虽然交集很少 但人与人之间倘若少年相遇 那一份回忆总是带着温暖 不可磨命 莫名的心生亲切 你还记得我 小丁的脸上流露出一丝诧异 然后衣袖飘飘地从岩石上跳了下来 显得有几分潇洒 我抓着脑袋 你不也记得我吗 其实江爷爷以前 总是会来看我和师父的 他每次都免不了提起你 我当然记得你 我却以为你不记得我了 小丁又笑了 这笑容里 却是充满了那少年时的影子 显得腼腆 稍稍羞涩 不过和陶柏那种神经质一般的羞涩 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好了 别忙着叙旧了 就在我和小丁忍不住念叨两句的时候 一直沉默着的师父 突然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接着又看着小丁 严肃地说道 小丁啊 你知道 我如果用上了这种蛇药 就有极大的麻烦了 你能相帮吗 如果不能 指引一条明路 我过世的师父 也是我的爷爷 曾经给江爷爷你 这蛇药的时候呢 说过什么 江爷爷可还记得啊 小丁看了一眼我师父 眉眼之间尽是真诚 不过提起老无头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流露出一丝伤感来 我也莫名地伤感了一下 想起当年送我那个竹筒的老无头 竟然过世了 而这一切师父并没有告诉我 他说 师父说这话的时候 有些犹疑 但是小丁却一把拉住了我 却又拉住了师父 仿佛侧耳在倾听着什么 在这个时候 我注意到一条乌黑发亮的 我也根本不认识的一种蛇 突兀的 就从地上 缠绕着从小丁的腿上 蜿蜒而上 爬上了小丁的肩膀 这条蛇不成 却给人感觉异常的凶悍 丝丝地吐着蛇信 眼中充满了异样的灵性 就像在与小丁诉说着什么 小丁沉默了大概有五秒的样子 然后脸色变得有些严肃 对我和师父说道 江爷爷 咱玩 这兵都好像很厉害 我们这些不要多说了 你们送我来吧 说话间 小丁就拉着我和师父 迈步朝前走去 我自然是没心没肺的 就跟着小丁一起朝前走去 而师父在这个时候 脸色却变得严肃 他低沉地叫住了我 长一啊 我一愣 停下了脚步 不知道师父这个时候 是什么意思 但师父却是朝着小丁 郑重一礼 然后说道 这蛇药呢 是你爷爷在世的时候给我的 你们这一脉传承 最珍贵的一种蛇药 受危急之时 可助脱困 而如果他在附近 定全力接应 不惜一切 同生共死 这神爷爷当年的话没错吧 面对着师父的话 小丁稍许有些着急 对我师父说道 江爷爷 能不能一起等先离开再说啊 我也不太理解师父 明明情况就已经非常紧急了 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 拖泥带水起来 按说师父原本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呢 可是师父的神情 却非常的严肃 就立在原地 也不差这几分钟了 小丁 我想表示的意思是呢 我和你爷爷 共同经历过生死 这是属于我们上一辈的承诺 我和程一现在陷入困境 在这里 自然是需要你的帮忙 这个忙 可能只是需要你稍许帮我们拖延一下 指一条可曾深的明路 而不是去实现你爷爷对我的承诺 你知道 这批追兵不一般 这也是个大麻烦 如果利友不逮 千万别勉强 我不能对不住老友啊 原来师父是这个意思 我一瞬间就明白了 师父是不想拖小丁下水 而走到这个地步 不得不让小丁帮忙 已经实属无奈 却是不想让他陷入更深 我能理解师父的心情 就像我和我这一代的伙伴们 可以互相为之牺牲 并没有任何的负担 但是涉及到我们的下一代 这个换谁也做不到 所以这样一想 我也站住了脚步 而小丁在听完了这些话以后 却是不容拒绝地拉住了我和师父的胳膊 然后强行地让我们前进了一步 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 只是一句话 这好歹也是我的地盘 我怎么能容得下 我爷爷的朋友在这里 安危出了问题 你们走出这一片之后 我确实立有不歹 靠我舍门一脉 在自己的地盘上 说到这里 小丁打住没有说了 他有他的骄傲 可是本身不是太骄狂的人 有些话也说不出口吧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师父叹息了一声 并没有再挣扎了 毕竟婆婆妈妈并不是师父的本性 可是作为一个长辈 他再次朝着小丁郑重的义礼 小丁连忙扶起师父说道 之前是我没反应过来 这个时候 如何再受江爷爷义礼啊 爷爷会托梦骂死我的 走吧 到这个时候 我才有些恍惚 仿佛又从眼前这个小丁身上 看见了曾经小丁的影子 原来一个人骨子里的本质 是不会变的 之前的路 师父很熟悉 可是进入这条峡谷以后 师父却是不熟悉路了 反而是小丁拽着我们行走 他并没有低头看脚下的路 确实带着我们行走的异常的顺利 就仿佛脚下 有一条青石板的小路一般 在耳边有些微微的苏苏声 我相信 这里隐藏了不少蛇类 至于是什么蛇 我觉得我不会有兴趣去看的 毕竟就算不怕 蛇也算是一个吓人的玩意 一路上师父在和小丁 说起一些关于老无头的往事 之前我还疑惑 为什么老无头和小丁 不是一个姓名 却是爷孙呢 后来才知道 蛇门一脉的传承 有些像萧大少那一脉的传承 一般都是血脉关系为纽带的 小丁并不是姓丁 而是有一个隐藏的 很好的大名 叫吴天丁 因为老无头呢 总是想蛇门一脉发扬壮大 恨不得家里多一些人丁 可奇怪的却是 他们偏偏是人丁稀少 也不是每个人呢 都适合蛇门一脉的传承 所以到了小丁这一带 就剩下小丁这一个独苗了 聊着往事 师父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自从你们搬到这片山上定居以后啊 我还是常常来看你们 之前的路就熟悉 这可是我第一次睁着眼睛 走进这山谷啊 怪不得到了山谷以后 师父就抓瞎了 原来他熟悉的 只有之前的路 是啊 这批秘林啊 原本就是我们蛇门一脉的圣地 总之这里的守山人去了 总要有新人来守山的 之前是我二爷守在这儿 后来是我爷爷 如今就只剩下了我 那么规矩是我定 倒也不碍事的 小丁这性格和气 而且感觉好像没有多大的防备心 几乎是一五一十 就道出了一些外人所不知的事情 我听到好奇 却是问道 以前师父只要走进这片山谷 就要蒙眼吗 这山谷就是真正的圣地了吗 小丁淡然地说道 这山谷呢倒不是 却是隐藏了一条密道而已 一般我蛇门一脉 不欲出事 自然是要保守秘密一些 再说了 之前定下这里规矩的是二爷 我们又怎么好违背呢 那有密道 可我和师父身上有这个东西啊 说话间 我拉开了衣服 赫人在一处明显的药穴上 盯着一个钉子 那冰冷的金属光泽 在月光下是那么的明显 小丁也一眼看见了 那有什么呢 小丁不解的杨眉 询问了一声 师父接话说道 哎哟 先快张一提醒 我这才想起这一茬来 这个钉子上啊 留有二门的 那些追兵 可以通过这颗钉子 找到我们的位置 那不就是暴露了 你们蛇门一脉的秘密了吗 我虽然不知道 你们是在守护在这片山脉里 为的是什么 但我觉得 一定是了不起的秘密 算了 小丁 你 可在这一时 小丁却摆了摆手 示意我师父 稍安勿躁 他笑着说道 如果江爷担心这个 那真的是大可不必 我们蛇门一脉 虽然人精稀薄 可是 也不是容忍轻辱的 而且啊 卓锦的秘道 又怎么会没有一点防备呢 你是说 师父好像想起了什么一样 微微的扬眉 不过并不敢肯定的样子 我们蛇门一脉 一向与道家一些门派交好 江爷爷 是否还记得 其中有一个门派 叫阴阳门 小丁就当是闲话家常一般 和我们扯到了很远的地方 对啊 其实由于小时候 师父不愿意我进入这个恩怨江湖 认为所有杂事都该在他这一带结束 所以对各种势力传承 对我讲述的很少 密心讲述的就更少了 所以我对这个阴阳门 根本就是听都没听说过 所以啊 认为小丁扯远了 但师父显然不这样认为 他有些吃惊的惊呼里说 阴阳门 你是说 那个不显山不漏水 曾经 在不入室的道门传承中 名声很大 辉煌无比 后来 却因为选途条件苛刻 导致人丁稀少 最后 门派没落的那个传承 嗯 就是那个传承啊 我们蛇门有幸 在上几代的老祖中 曾经有人和阴阳门的人交好啊 小丁笑得有几分开心 看得出来 他是随时都为他们这蛇门一脉 而骄傲的 和他们交好 哎呦 那可不容易啊 而他们 师父好像想起了什么 然后一拍脑门说道 而他们 则是以各种阵法出名 比我牢里一脉 巷子外的传承 更加高深的阵法传承啊 难道 你们的密道 有他们的阵法守护 就是此一啊 江爷爷 你觉得这些人在钉子上留下的暗门 还会暴露我们的密道吗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走到了峡谷的中央地段 这里不禁杂草丛生 更奇怪的是 乱石临巡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岩石森林一般 在没有照明的情况下 更加的让人眼花缭乱 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那边我们下来的山头 那些追兵还没有追赶上来 看来时间还算比较充足 小丁的话也让我分外的安心 因为在道家的术法传承中 这种追踪的法门 不知道传承了多少下来 而作为一个守护阵法 首先要防备的 就是这种追踪的阵法 如果说师父如此推崇的 阵法门派 连这样追踪的小暗门都防不了 那才真正的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怪不得小丁这么从容 以他这样的不是高调的性格 也会说出在舌门的地盘 容不得这些我们出事的好言了 那这样我和师父彻底的放心了 觉得这才是算从最危险的困局里解脱了 而小丁呢 却已经是带着我们走入了那一片乱石之灵 在行走的时候 他紧紧地拉着我们 跟着他的步行 我敏感地发现 这乱石之灵原来也是一个阵法的牌